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Hello 上兩集我解釋了英文時態系統 Time和Aspect兩個概念 又簡單解釋了英文12個獨特時態的字形和用法 今集和下一集我會先講講最簡單的三個時態 即是由Simple Aspect 配合三個時間性組成的 Simple Present Simple Past 和Simple Future 因為Simple Present是一個很特別的時態 需要多些解釋 所以這個影片我會先講它 下個影片 Tense 3b 我會再講Simple Past 和Simple Future 在未開始講之前 我想再提一提 希望大家看我的影片可以理解到 跟所有語言一樣 英文的深層結構是很有系統的 所以我經常會把句子拆解成基本的clause 讓大家可以明白 Clause和Clause之間的關係 以及一個Clause裡面每一個部分的結構 因為這些東西大家可以用分析能力去理解 他們永遠都沒有例外 但每一個Tense的用法 就沒有那麼有系統 因為這東西是關乎意思 而不是結構 所以好像詞彙一樣 是很抽象的 要慢慢學 每一個所謂的規則都有例外 我只可以大概解釋給你聽 每一個Tense有什麼一般和特別的用途 現在回到Simple Present Tense這個時態 即是現在這個時間性 加上Simple Aspect組成的時態 這個時態的finite verb 只是在第三身單數 subject的clause裡面 有字形變化 其他人稱的字形都是和Infinitive的字形一樣 用Simple Present Tense的時候 第三身單數 subject的動詞 要加一個s 又或者在某些尾音的動詞後 要加es或ies b和have這兩個特別的動詞 就有少少不同 b是有這些完全不規則的人稱字形變化 而have的第三身單數字形 不是加s 而是變成has 但其他人稱都是規則的 goes和do 會變成goes does 都是不規則的 我們要將Simple Present Tense的finite verb 寫成否定句 要先加一個配合subject人稱的輔助動詞 do 然後再加not這個副詞 加了do之後 這個輔助動詞就會變成 有Simple Present Tense的字形 而本身有tense的動詞 就會變成基本字形 即是 I you we they 會是do not 或縮短做don't 再加本身動詞的基本字形 例如 I don't dance 而第三身單數的subject 會是does not 或縮短做doesn't 再加基本字形的動詞 好像 she doesn't dance 我們要將Simple Present Tense的clause 轉為疑問句 都要首先加有tense的do 再將它放在subject的前面 例如 you dance 會變成 do you dance she dances 會變成 does she dance Simple Present Tense的時態 是有幾個最重要的用途 第一 就是表達一些一般的事實 例如 English is not difficult to learn 英文不難學 第二個用途 跟第一個差不多 是表達感覺或狀態 好像 I'm shocked to see the election results 我對於選舉的結果很震驚 第三 是說一些常常會重複的動作 或習慣 例如 I wake up at 7 every morning 我每早都7點起床 第四 是說一些你知道很快會發生的事 例如 We see him tomorrow 這個用法是跟simple的未來式的時態通用的 不過只會是用來講一些已經計劃了 或是一定會發生的事 最後 通常我們討論文學作品 例如說一些小說或電影 都會用這個tense 例如 Harry Potter Defeat Voldemort 因為書和戲裡面的情節永遠都不會變 所以可以想 這個用法就是好像第一個用法 表達一般的事實 simple present的時態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我會解釋simple past 和simple future的字形和用法 拜拜